感谢林仁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对台湾原住民知识体系的理解 可以透过澳洲原住民的知识来了解 当然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可以好好地来厘清一下 首先我想要跟关老师来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光是dreaming这个字 实际上如果说从英文的字意上 到实际上就从澳洲原住民 他们对生命对世界的感受 就不是字意上的那个问题 相对的 老师你长期在整理族人 就是太亚族 包括马里光流域这些 这些知识如果转译成现代主流的文字 或者是这些要镶嵌到现在的体系的时候 实际上应该还是会有误解 或是误用的这种困难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吗 我想确实是如此 譬如说刚刚在我的分享里面 在谈的 冷门户的这个字 其实就是 因为这个字 我觉得跟dreaming 可能它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它在讲的一种动态的过程 然后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 去开展一个对世界的认识 或是它的七所 那冷门户本来 就是如果你从字意上的翻译 它可能是在穿针 引线的那个穿越的那个动作 可是它在整个太亚族的文化里面 它也被用来指涉作为一种歌谣 所以那个歌谣 它是很多的这种 譬如说是字的表面的意思 跟它的比喻之间的这种穿越 它其实也是那个知识 在世代跟世代之间的穿越 当我们不同的群遇在一起 譬如说有争议要解决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林老师先前有一次 在那个南山的檜木的 那个事件的时候 那也是透过那个 我们户的影唱 彼此确认彼此的祖先从哪里来 然后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点 那我们既然有共同的起源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 共同解决事情的方式 所以那个争议就可以得到解决 厘清彼此的猎场 所以它也是那个不同的人之间的 这种知识的这种交流 那当然它也包含了我们迁移的过程 所以你单用一个穿越 穿真影线 都很难去解释那一个 人们户的这个意义 它的多重性 也只有在它的这个字本身 能够去被呈现出来 对 所以就如果是按照 因为关老师你站在族人的立场 你当然可以很清晰的 就是了解说 原来在我自己的文化渊源里面 甚至于在语言的使用上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微妙的所在 所以这就是让其他的 甚至于在政策的制定上 是不是就会 因为这个需要有说服 有利基有证据 这会就会造成就跌下来 就是很多政策 尤其老师是专注在土地政策上面 这个上面就会有很多的 需要突破的地方 对不对 是我想就是说 大概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 应该有一个使命 就是说要能够学会 回到自己的祖先的 这些知识跟文化 这其实也不是一处可及的 其实有时候必须要重新去学习 那也要了解这个国家的 这一套语言 国家有一套政策 法律 制度的这些语言 但是我们要试着在这里面 把它穿引起来 让那个彼此之间能够对话 找到一个能够和解 结合的做法 所以在台湾实际上 就是在不同的族意里面 对我们自己的文化 还有传统知识 要有更多的理解 帮助协助我们的社会 在政策的制度上面 的制定上面 甚至于是自然资源的管理上面 就绝对有所注意的 不过我们再把这个目标 放更大 就会聊到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 都有提到的 就是2015年 联合国所提出来的SDGs 还有包括企业现在非常红的 这个ESG 其实里面的e environment 就都会讲到环境 尤其是要打造一个永续的 这个永续经营的 具有韧性的 能够对抗灾变的这样子 无论是社群也好 或者是居住的聚落 像城市也好 那生态人类学者 这样子一个专业 实际上就是在做不同 跨领域的媒合 可是台湾其实对这个领域的知识 了解必不多 因为我本来 我的训练 作为一个生态学家 也是放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底下 所以我以前的研究是去抓老鼠 抓三枪 但是后来我在山上碰到猎人 我就发现说 其实他们也很懂三枪 他们也很懂老鼠 但是他们是用 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这种 主流科学的模式在理解 他另外是有道理 所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里面 我就开始跨领域 就是说从科学跨到人文的部分 结果发现说 其实他们异曲同工 都是在讲类似的内容 只不过科学 他可能要用一些更理论 或者是更数字的东西来表达 可是原住民是讲故事 其实就是讲故事 你要会知道那个故事里面 他传递了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那故事没有绩效 也没有量表 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我觉得当然量跟值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讲数据 要有量 可是有量没有值 你讲的再多的量 其实也没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现在SDG 这些环境的危机等等的 重点是要能够解决问题 那所以我导师觉得 人文的这个部分 也有它可以透过讲故事 透过叙事来传递这个 那我再回去讲刚刚那个 Lammer Hu Lammer Hu 它在吟唱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在讲故事 在讲迁徙的故事 而且非常准确 指到它是走过哪些地方 所以有一次我在我的文章里面 曾经描述这个Lammer Hu 它其实不只是歌谣 它其实是一张会唱歌的地图 它其实是一张地图 但是它用唱的出来 但假如我们从艺术的角度 只把Lammer Hu 当成是一种歌谣 这样研究下去 就可惜了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地理学家 最重视的地图 所以这里又跨领域了 刚刚关老师在讲说 这个Lammer Hu 如果其实我们真的会 以我们当代的知识 就是曲解它 或者是窄化它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发现说Lammer Hu 它既是编织 既是穿针引线 又是歌谣 然后也是这个 也是一个很准确的地图 那它的丰富程度就不言可遇 是 其实就跟我们节目的名称 只好它一样 从今天两位学者专家的观点来看 要让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参与今天的讨论 就更能够体会 其实所谓的原住民知识体系的建立 跟维护 它不仅具有物理性 使用日常性 它也有精神性的一面 而它整个知识体系的根源 就是我们对家 我们如何落地生根 然后如何经营维持 然后让这个家能够永续下去 就是一个这么单纯的信念 所以每一个人都择无旁贷的 必须要来维护我们的知识体系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看到关老师 还有林老师 然后也感谢朋友们的参与 展览见识难道 我们下次再会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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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从今以后 一年的每个月 你要击败我 所以我们的五花 跟着小米开始 一直到结束 经常有每个月的几日 这样子走过来 对我来说 我认为我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妈妈把东西 几乎都交给我之后 我有责任 我到底能够 为我们的下一代 传多少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